里面来了几个人 说是你的朋友 好 快去看看 请问 府台大人 下官于成龙 拜见府台大人 来来来 于大人 请请请请 请请 府台大人 您怎么到罗城来了 我金光祖 怎么就不能到罗城呢 于大人 实在对不住了 没有跟你打招呼 这两天 在你的管辖之地 罗城转转 看看 听听 没办法 皇命难违啊 不错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哪 于大人哪 事别三日 真但刮目相看呢 如今的于大人 可不是六年前的于大人了 罗超 也不是六年前的罗城了 不错 府台大人 我给你介绍 是 这位是下官的师爷 周睿和周先生 哦 工营府台大人 周先生 周师爷 我说你这前朝鼎鼎鼎有名的近士 你怎么给我这个七瓶小芝麻官 我说你这前朝鼎鼎有名的近士 你怎么给我这个七瓶小芝麻官 我说你这前朝鼎鼎有名的近士 当师爷了呢 啊 金大人有所不知 啊 我和你这位县太爷 那可是生死之交的 难兄难弟 哦 我明白我明白了 当年 知识于长龙 搬到卡尔齐的永宁昭童 就是你吧 好好好 府台大人 这位是下官的智友 罗城衙门里的书企 柳记啊 柳先生 哦 不敢不敢 府台大 快快请进 好好好 不容易啊 府台大人 快快请坐 于大人 你着说提啊 你得叫我换上衣服吧 静阳 快带着府台大人 到厚压去更衣 府台大人请 哎 你们什么人 深更半夜 来这里做什么 武昌之府于成龙余大人 要在此投诉 快去禀告你们义臣 请稍等 来 于大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当年汉高祖今此意 回卵陕西关中 今日你于大人今此意 打道回山西永宁州 而你的大名 恰恰又喝一个笼字 说巧不巧 周先生 你讲这个故事 是另有用意呢 还是 拿这个巧合 让我这个不宜开心 不管是用意也好 巧合也怕 不过这回龙毅啊 竟周先生这么一说呀 倒凭添了一切心意 这几百年后 那些文人骚客在此停留 问起这些来历和典故 恐怕要提于成龙三个字 瞧静啊 几百年以后啊 要有人还记得我于成龙 就感谢你今天的机言了 几百年之后 还有一个人的大名会 经常被人提起 谁啊 柳静阳 有于成龙不能没有柳静阳 充其量也是刀笔小利柳静阳 以周瑞和周先生 那是一定要提的 请问哪位是于大人 这位便是于大人 下官见过于大人 义成大人好 于大人一路劳顿辛苦了 快快 里面去 请 好 下车吧 别追了 到站了 来来来来来 快到灰龙一架了 快下车了 来 孩子 好嘞 好嘞 好 慢点 来 于大人 请 行 这和学艺antry 从下车车上 ๋门 那我意见到 那丫頭也昴 mit 东山的必经之路 此刻刘军福起兵占据东山 这里便无人敢投诉了 原来如此 于大人 有些事情您知道不知道 何事 亲家 麻城之县驱镇齐驱大人 已将刘军福所有的亲眷 抓捕归案 如若刘军福不可下山投降 明日五十三刻 就要将其亲眷 在县城内的罚场全部斩首 什么 看来驱镇齐抓刘军福家眷在先 刘军福东山起兵在后 这位先生说得很对 不过 即便驱镇齐不抓刘军福的亲眷 刘军福也会起兵 道理很简单 刘军福的手里 有吴三桂送给他的伪诈 他不起兵怎么办 被朝廷抓到了 最后也一定是杀头的罪啊 这才是刘军福的思绪 其实这件事情啊 是要驱镇齐给搞复杂话了 如此下去 官府和刘军福 以及七皇四十八战 将形成势不两立之势 是 过来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地儿了 如果现在不去救你的家眷 那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知己知彼败战不殆 倘若现在出手 必遭了灭顶之灾 报 刘军福 刘盟主 不好了 驱镇齐已经下令 明日五十三刻 斩首你的全部下去 铁虎 在 带上他们家穿的宝盗 几大兄弟跟我出后门去后山 刘军福 缉拿侵犯刘军福等 齐皇四十八战首领 孝聚东山 心怀不轨 特令 窝藏刘贼军福 黄金龙 何氏荣者 杀无赦 收到位杂者 来来来来 来来 让开 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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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大人 刘军福派人给你送来一封线 大人 信上写了什么 刘军福让本县释放他的家眷 还让本县亲自护送出城 否则就带领齐皇四十八战首领 大寨人马叫血洗麻成仙 赖行打哈欠他好大的口气 如果刘军福不乖乖向本县投降的话 就等着给这一家老小收尸吧 就等着给 explicar 剧下来 �家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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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便 主便 总 был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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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范军服 心怀不轨 孝聚东山 犯上作乱 收受伪扎 麻城之县奉命讨逆 俘获匪蜀劝教无果 国法森严天理不容 押赴刑场 凝政典刑 报告 欺骗大人 刚刚送来一名报 刘范军服征调号人马 赶来揭发场 好 本县也张开了天罗地网 怕他不来 驾 驾 驾 快点 老爷 再快就不安全了 来点快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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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五十三刻到了 准备行刑吧 放追魂炮 放追魂炮 先砍他几颗人头 挤几刀 要让围官的百姓 见识 见识官府的威严 是 是 验明真身 徐真奇 你这个狗官 你不能好死 准备行刑 准备行刑 准备动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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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程偶 清大人 尽收魂成命 这些人万万杀不得 杀不得 杀不得 为何杀不得 杀不得的道理 还需要本官给你讲吗 你 你瞿大人应该心知肚明啊 本官 你已经被罢了官 差点掉了脑袋 何来的本官 对了 本县该如何称呼你呢 屈真奇 你太放肆了 金阳 听于大人的 于大人 哪来的于大人 屈大人 你怎么称呼我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不能碎碎便便杀人 碎碎便便杀人 请问 我杀的是什么人 那你告诉我他们是什么人 那你说他们是什么人 屈传亲 哪怕我于成龙丢了脑袋 也要阻止你草间人呗 好大的口气啊 你一个不宜白鼎 凭什么对本县指手画脚 我一个齐品县令 就凭什么听你的摆布 凭什么 就凭天理良气